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郑少秋只是不入流的胡咖 甚至还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而沈殿下早已经靠着血性的身份哄遍香江 两个人的结合任谁都能看得明白 不过是郑少秋为了上位的一步起 尽管朋友们极力反对 沈殿下仍不顾一切跟他走到了一起 帮上富婆后 郑少秋的资源肉眼可见的增多 凭借书建恩仇录 楚留香等经典影视剧一炮而红 因为长相不错 更成为了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 名声大噪的同时 郑少秋深知想要摆脱软发男这个称号 就必须给沈殿下一个名分 于是他碍于情面求了婚 可是沈殿下得到了他的人却没有得到的他的心 婚后 郑少秋在外面和别的女人说说笑笑 回到家对沈殿下却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 结婚两年后 沈殿下一直没怀上孩子 郑少秋便发出最后通牒 为了挽回账博的心 沈殿下只能补从他 尽管已经年近40岁还患有三高 仍冒着生命危险 生下真心仪 本以为这样能够换回一颗漂泊的心 却没想到郑少秋获利之后抽身的如此迅速 在沈殿下独自承受运气之苦时 郑少秋便同小他17岁的关金华 暧昧不清 整晚私婚 他的态度令沈殿下彻底看清 这段婚姻早就名存实亡 于是在生下女儿八个月后 怒斩情思 和这个男人从此了断 却没想到 此后不久 郑少秋就将关金华迎进婚房 背负着陈世美的骂名 狠狠地打了沈殿下一见耳光 在男人那受惊委屈 沈殿下悲痛欲绝 只能将心血全部倾注到女儿的身上 学校开运动会 要求学生跟父亲登台跳舞 郑少秋却已没时间为由 果断拒绝 失落的郑欣怡向母亲抱怨 为了弥补女儿 缺少的那份父爱 沈殿下不遗余力 就连得知自己身患绝症的那一刻 她也立马给女儿成立信托资金 规定郑欣怡每月只能领取两万生活费 剩下的六千万遗产 要等到三十五岁以后才能够继承 这对于郑欣怡来说十分难熬 但沈殿下不想让悲剧在女儿的身上重蹈固撤 事实证明 她的确很有远见 因为正心一致 一路走来实在太苦了 早已离世的沈殿下不会想到 一时的举手之劳 竟帮女儿在乐坛转文脚跟 1996年 沈殿下在节目录制现场 注意到蜷缩在角落 肿迫不堪的新人黄美文 本应着急去工作的沈殿下 却意外地绕到她的身边 用几句闲聊 体面地周到地化解了他人的尴尬 多年后 黄美文成了港月天王级的作词人 对于沈殿下当年的照顾 一直牢记心底 也始终在等一个机会报答恩情 然而遗憾的是 不久后沈殿下因病去世 独留女儿郑兴仪在娱乐圈辛苦打拼 在那个一寿为美 比比街市水蛇妖 漫画队的港圈 郑兴仪显得格格不入 她的体重从未下过200斤 一度受到外界的嘲讽和侮辱 郑兴仪的自尊心彻底跌落到谷底 使去母亲的庇佑 她只能独自一人默默承受 这时黄美文的出现 无疑是成为了郑兴仪生命中的一道光 黄美文为郑兴仪量身定制女神 句句歌词都是对外界的回击 郑兴仪也凭借着这首歌 横扫叱叉颁奖礼三大奖 此后又在TVB首届金曲颁奖礼上 勇夺金曲女歌手奖 荣获歌后 然而事业刚刚有了起色 郑兴仪的爱情却步上了母亲沈殿下的老路 在她最低迷的时期 曾携手过一名外籍男友 两人身上没有多少钱 只能靠变卖母亲的收藏品草草度日 结果男友将其吃干磨尽后 提上裤子走人 郑兴仪人才两失 体重瞬间反弹到两百多斤 二度低迷之际 她又邂逅了花店老板 爱得痴迷 对方虽然其貌不扬 好在外形魁梧阳光 结果两人常因细小琐事爆发争吵 郑兴仪更是直言 生气时会将男友最宝贝的名牌剪烂 毫不意外这段感情最终分道扬镳 因而郑兴仪继承了母亲的恋爱帽 在她35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 却又爆出被铜花店的老板复合 而35岁正是她继承母亲遗产的时间 男方是否同郑少秋一样 想攀高知 我们无从知晓 但有传言称 郑兴仪正在节食减肥 三个月狂晒20斤 可能也是为了薄情郎一笑 可她这辈子最遗憾的 恐怕还是跟郑少秋 若吉若利的妇女情 2008年 郑光荣在异媚沈殿下的追悼会上 三问郑少秋 怒斥她这么多年 为何对女儿不闻不问 当时的郑少秋年过六十 初到四十年 被人当众指着鼻子怒骂 也不敢置一声 一方面 郑少秋惧怕台上的黑二代 另一方面 她的确没给过女儿半分爱 最后还是正心一吐出面替她解雷 而她这么高的职务都来自于沈殿霞的悉心教导 然而郑少秋从头到尾 只能被称为郑心仪生理学上的父亲 沈殿霞的离世 更是让郑心仪从此无依无靠 本以为爱情会带给她片刻的温存 但往往事与愿违 连续两次失败的感情 让郑心仪精神一度崩溃 体重反弹 因为体态肥胖 她又成为大众嘲讽的对象 她再次振作 想要签公司重返舞台 结果又被骗光全部积蓄 身上只剩下了26块钱 然而即便是她的生活如此寒酸 所谓的父亲 郑少秋竟然一次都没有出面 即便她曾在前期沈殿霞的追悼会上当众承诺 今后一定会抽时间陪伴这个亲生女儿 但如此看来 她也不过是说说而已 2021年郑心仪因急性盲肠炎 住院手术 治疗期间 郑少秋仍旧是茶无此人 身体的疼痛再加上情绪的不稳定 郑心仪一度崩溃大哭 直到手术结束 都是她一个人扛下所有 或许是觉得这么做实在是不人道 在6月份郑心仪举办的红看演唱会中 郑少秋终于带着同关金华 生育的两个女儿低调现身 而关金华本人虽没有到场 也是客气地送上了花篮 郑心仪这么多年单打独斗 也从那个母亲宠溺万分的小女孩 成长为独立女性 历经磨难才能沉淀下来好好生活 未来的她也会继续追逐梦想 所到之处必会光芒万丈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敬赞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敬请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